我们来看这 我们给他改一下 第八个 我们现在呢 还是要Sprint去整合谁啊 整合Sraft2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 Sprint和Sraft2的第二种整合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的Action 现在要干啥 要交给Sprint去管理 或者是说交给Sprint去创建 那如果我们要把Action 也交给Sprint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当然这里面的第一步 也是引入啥呀 插件包 就是不管你用哪种 那个插件包 一定得是需要引入过来的 就是哪个包啊 就他 对不对 Stras-Sprint 这个包你是必须要引的 必须要引的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包 引好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了呢 接下来注意 我们现在不是要将Action 交给谁了 交给Sprint了吗 那么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得把Action 配到Sprint里面去 好了 那现在我们打开Sprint的配置文件 到这边 注意了 我们现在要来配置Action 要来配置Action了 然后注意看这儿 我们这儿写一个B ID等于CustomerAc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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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CustomerAction 对吧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Action 交给Sprint管理 对不对 那你想 我们现在已经把Action 交给Sprint管理了 那么我们在配置Action的时候 怎么配呢 就是在我们Stras2里面 现在我们在Stras Stras Stras的配置文件中 现在我们再要来配置这个Action 要怎么配 就你现在注意啊 看这儿 我们这个Action在Sprint那边 是不是已经创建了 那你在这儿配这Action的时候 这怎么办 这如果你再写一个Class 内存里面就会有两个CustomerAction了 一个是Stras2框架创建的 一个是Sprint创建的 那这样的话肯定就有问题了 我们要让谁 要让Sprint里面的这个 使用Sprint里面的创建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这个Class的地方就要改了 要改成谁啊 改成Sprint这边配置的这个ID 就这儿 地方就不要写它了 写上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注意也跟那个插件包有关 如果你没写那个插件包的话 这儿是不能这样写 你完那个插件包以后 它就可以找到了 怎么找到呢 就是你现在根据那路径 不能找到这儿吗 是不是就可以找这Class 找这Class以后 别忘了我们的插件包里面不还有几个类吗 那几个类的作用就是要把谁啊 你的Action 就是你这边一看到有ID了 就干啥 就去Sprint的工厂里面找ID 找到这个类 是这么干的 是这么干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到这儿 这边的配置的这个地方 你要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了 好了 这个地方 就是这儿啊 我给你标出来 这个红色的这儿 对不对 这边写的是啥呀 是我们Sprint那边去配置的那个Bin的ID 对吧 Sprint的那个配置的那个Action的ID 对不对 OK啊 好了 那这是这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到这儿 把这儿配好了 把这儿配好了 然后要注意了 这种方式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注意哪儿 有两个注意的地方 哪儿呢 第一 我们原来的Action 是多力的 而你现在交给Sprint了以后 默认变成单力的 那这肯定不行 我们需要干什么 配置这个Action 再为多力的 要不然的话 你那直战就会出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一定得注意 一定得注意 就是得在这儿 再把这个加个什么 Scope Prototype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创建的Action 才能是多力的 否则的话 变成单力了 一变单力 我跟你说 你那直战就出事了 就很多的Action的实力 都用一个直战 因为一个Action实力 只有一个指摘 对吧 那那个时候 你就会出问题 尤其是多次请求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好了 那这是我们 第一个要修改的地方 第一个要修改的地方 是这儿 那现在我们把这儿改好了 注意 还有一个事 那么 那么只要你把这个变成多力了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还需要干什么 手动去注入 作为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Action 是不是已经交给谁了 交给Spring去管理了 那Spring想要完成属性注入的话 那怎么办 你Action里边虽然有Site方法了 对不对 原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没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ID就给注过去了 但是现在你的Action已经交给Spring管理了 你就必须得在这儿干啥 自己把它配上 叫Custom Service 这儿REF Custom 这句话也得加了 也得把这儿加上了 因为我们那里边是不是已经有Site方法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Copty完成属性注 你得自己去配置这个属性的注 这是什么 这是 它里面的第二种整合方式 完成 也就是说你现在把Action交给Spring管了 然后呢 在配置Spring2的时候 Class要写成这个 然后这边要配成多粒 手动注Service 完成 那你现在到这边 你可以再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序 还能不能跑通了 能不能跑通了 OK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边 还是来刷新 这个页面 那你现在一刷新 然后一点新增 是不是到这页面了 我一点保存 看我们控制它 Action的Sale执行了 Service呢 也执行了 说明现在从Action 是不是可以调用到Service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这两种整合方式 注意 企业里面都有用的 就Spring2的Action 是由它自己创建 还是由Spring创建 这两种方式 其实都有用的 但是用哪种呢 会多一点呢 第二种呢 会多一些 那这种是它推荐的方式 为啥呢 为啥呀 为啥 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啥呀 就是如果哪天你想增强Action 如果你想增强Action 你想增强Action的话 面向切面 你想 如果你的Action是由Spring2创建 它就不能帮你进行AOP了 如果你的Action是由Spring自己创建的 那Spring管理的类 它就可以帮你进行AOP开发 注意啊 Spring的AOP是在应用到哪儿啊 应用到这个类 是被Spring管理的这些类 它才能给你进行AOP 如果这个类 你说根本就不是Spring管的 它怎么给你AOP啊 你Spring2自己创建一个Action 我怎么给你产生代理啊 是不行的 只要你这个类是被Spring管的 它就可以帮你进行AOP的开发 所以说它推荐你使用这种方式 是因为第一管理方便 第二呢 它可以很容易的用AOP 来对你的Action进行增强 因为你的Action现在也交给谁了 Spring管 OK啊 这是 是 是 是